欢迎你回来《如何开发孩子的音乐传闻》大陆集 今集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大家知道我们学音乐是一个长线的竞争 你不能本徒而废 一定要坚持下去才有效果 中间就少不便遇到一个低潮期 例如很多同学说我小朋友觉得很辛苦 就说妈妈我不想我弦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听到小朋友这样说 你作为家长你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 首先要了解小朋友因什么原因 不想学琴 会不会是一些太多课活动 搞得很忙很累 还是现在学的歌实在太闷了 或者会不会和老师有什么夹不了 是的 或者有些小朋友没有时间练疼 是的 是的 或者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很想做 自己就先做了不想练 第一步就是和小朋友的沟通 和了解一下他真正的原因 是什么 是的 但那些小朋友可能有可能硬颈 也可能不说 那我们应该如何呢 就是循循善友他们 还是怎么样呢 循循善友他们 循他说的了 循他说的了 是的 只能彈彈彈彈彈的 包括来像《摩打》过那些机器 сим使人 那么没错 你都是要用主意去向感受 darauf想 Revel flopping 到底要怎样去可以彈 才会彈得好 彈得逢够 照尾心的要求 我們講到要了解那個小朋友 為什麼不想學琴 其實就是講到我們怎樣去有效感 了解那個小朋友的心理需要 我們其實平時跟小朋友交流的時候 說他練琴 我其實怎樣知道那個小朋友 其實他在這個音樂學習部上面 他有什麼心理的需要呢 其實你在平時生活之中 就可以觀察到那個小朋友的需要 如果他不想學的意思 可能他真的覺得現在老師教的歌 很沉悶 沒有什麼意思 不是對自己喜歡的歌 對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小朋友會不會有一些 他很喜歡看的卡通 電影 他很喜歡看那一齣戲 他就會自然喜歡那些音樂 然後就會跟小朋友聊一下 不如你現在學這首 不如我們請老師教一下你 好嗎 通常小朋友都會很瘦 因為那個音樂本身是 就是來自於一個他自己喜歡的 對 對 對 我們就可以在平時觀察的日常生活之中 然後就是從他的興趣開始發掘 對 對 再跟老師溝通 對 就是叫老師 因為教了他那些喜歡的歌 對 或者有些小朋友 他再大 那些 例如中童 你觀察到他喜歡聽哪些流行曲 會經常聽的 聽到幾次 一邊聽 一邊在哼 好像很喜歡這首歌 那你就要問一下這首歌是什麼名字 然後就叫老師教你 噢 我們這些傳統以前好像學琴 喂 我們考級不是考留行曲的 好像 如果我們所謂進去音樂的殿堂 我們好像不是行留行曲 那你有什麼看呢 現在 覺得我們應該是要 集中去學那些古典的樂曲 學得特 那些 還是其實 其實留行曲其實都ok 你覺得 其實 流行曲 已經是有得考試的了 是嗎 是 有得考試很久了 這十年都已經是有的 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 是有這個流行曲 你可以彈著流行曲去考 一樣是有不同的級數來考 所以 可以給到小朋友多個選擇 不過呢 我個人覺得 是可以彈流行曲的 是 你兩樣東西 古典和流行 一起兼顧 亦都沒有問題 即是更加那個 琴弩更加開闊 是啊 即是有更加多的東西 是啊 那剛才呢 亦都講到一個點 就是小朋友 他在音樂掛集路上 排行琴 他會遇到一些 所謂的樽頸位 這些樽頸位 這些樽頸位 通常會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通常會出現在 三至五級這個情況 是 第二個樽頸位 通常會去到七、八級這個情況 那我首先要課 即是 家長的心理準備 如果你請問他 可能今年三至五級的時候 你可能請問他 會遇到低潮期 是啊 首先我過完第一關 才有第二關 是吧 那我過第一關的時候 我知道他會出現的了 那我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哦 那就應該要 跟老師再溝通一下 看看進度 好不好教慢一點 或者 教一些 小朋友喜歡的歌 首先聽一下 進度會不會太過逼 是吧 是啊 小朋友可能會覺得是大壓力 會不會 是啊 選一些容易掌握的歌 或者很容易 就會成形 拿到成功感的歌 是 是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每天都要練琴 其實每天練琴 其實都 如果他不喜歡的歌 其實很辛苦 也是 要對著這麼長時間 所以其實第一件事 都是 我們學習那個音樂 那個核心 都是要首先 調教那個小朋友 本身對什麼有興趣 是啊 然後從他有興趣的方式 就是 寧願彈一些他有興趣的 或者放慢一點的速度 都不希望他放棄 那當然啦 因為大家都擺過這麼多心血 在外部 對 因為很多的同學 他們真的有敢而發 例如他又擺了鋅琴 或者請老師教了他一段時間 然後小朋友 他們最後可能都是 第一位 可能三至五級過到啦 那我們去到 第二個 又七至八級 又是名牌的位 是啊 七至八級 你擺少少 你擺少少 考好 八級 叫他完成了一個 好像 剛才所說的 好像一個 教師牌 那樣 教師牌 因為他們八級 你可以教硬 是啊 但是如果他在那裡 差一點點 其實很多家長 就會覺得很 就是很可惜 是啊 很可惜 那我們其實在那個時候 除了去找小朋友 喜歡彈什麼歌 還會有其他的建議 或者你自己的經驗 怎樣可以幫助小朋友 可以度過這個難民的關口呢 其實父母可以 大家一起去回想一些 小朋友 其實之前曾經有哪一首歌 或者有哪一首歌 是表現不錯的 可以拿出來說 其實你真的可以彈得很好的 你千萬不要放棄啊 要不然就會很浪費 前功盡廢了 你也可以彈到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很好聽的 是啊 可以拿回他以前的一些成功的經驗 是的 重新再去建立他的那個自信 是啊 是啊 還有你告訴他其實鋼琴 音樂的學習的道路 其實是 我們所說是一輩子那麼長 是啊 不是那麼短暫的 如果他真的覺得很辛苦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那個進步 放慢一點 是啊 讓他享受多些音樂 更覺得有意思 是啊 因為其實很多的家長都會有這個想法 真的 咦是不是要學鋼琴 最重要是先考了個牌 是吧 即是你八級 八級了先 就沒有說那麼多其他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個案 就算可以去考到八級 他也會考鋼琴 那個琴最終是鋪陳 兼且發毛 等發毛 因為他真的沒有在正常的方式 引導他那個 所謂的興趣 和對於鋼琴的熱情 是不是 是啊 那你見到一些 如果那些小朋友 他是很有音樂天花 或者很喜歡鋼琴 那些 其實他們會是怎樣的表現呢 如果真是很喜歡彈鋼琴的那些 他是經常都會掛著那部琴 貼著那部琴放的 好像現在小朋友都喜歡 貼著那部打機 是啊 他就會變成貼著那部琴 是啊 是啊 沒有了鋼琴就好像生活不到 但是這些小朋友不多 比較少 比較少 是啊 所以你之前都跟他分享過 其實小朋友 他本身那個音樂的天賦其實都重要的 是啊 如果你可以從小 就讓他接觸鋼琴 那你就可以了解到 小朋友究竟對音樂有沒有天賦 是啊 如果他有的話 就可以慢慢循序漸進 幫助他到一個瓶頸位 是啊 還有陪他練琴 是啊 是啊 好了 如果過了低潮期之後 即是說他應該也是可以快要上八級了 是啊 那八級完之後 我們之前沒有說到考級了 那八級完之後 其實還有什麼上升道路呢 那八級完之後還有三個演奏文憑的示範 哦 即是他還可以慢慢進軍大千世界 是啊 那這三個文憑呢 就等同你第一張演奏文憑 就等於你這個大學的學位 那第二張就叫高級演奏文憑 就等於你碩士 那這三張最高的了 就是院士文憑 那間音樂學院的最高的了 最高級別了 是啊 真的很厲害 你都做到這件事 那其實對將來 就算你不是從事這個音樂這方面 就算你將來想作為一個醫生 那其實呢 醫生也有關係 是啊 有關係 因為呢 醫生你要帶著聽筒 你聽你的心啊 聽你的肺 聽你的肺 聽你的聲音 那規不規律呢 那其實呢 學校呢 都會選一些學生呢 是 那個音樂有分不上 音樂感 是啊 不只是看你成績 哦 如果你的耳朵聽東西不行呢 那你都斷不了症的 很多東西都不行 是啊 是啊 你斷不了症 那醫人也有問題 OK 所以給了一個啟示大家 你小朋友呢 學幹琴呢 遲些可能變成了一個醫生的 哈哈 OK 那很快就完結了第六集呢 就是怎樣去啟發你小朋友的音樂潛能 那就是祝福我們鏡頭前面的所有的同學和家長 就是一步一步地陪你的小朋友 去在這個音樂路上不斷地探索 是 還有就不斷地去突破難關 那就是希望呢 大家的小朋友呢 都可以透過音樂 就算他不是整個音樂家都好 是 都可以成為一個有音樂修養的人 是 是 好 那我們下一個課程再見大家了 拜拜 拜拜